老爸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是谁 我们中国有位历史学家叫做夏振佑 他说过一句话 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厚利 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厚行 中国之敬得汉武而厚定 什么意思呢 首先秦始皇的统一天下 这是物理上的 他统一度两横 统一文字 这是文化上的 最重要是郡县制 这个是行政上的 中国历史的政治体制 在秦始皇的时候就定型了 尽管后面有不少皇帝搞改革 但是都是在这个制度上 进行修修补补 所以中国之政得秦王而厚行 第二个是汉武帝 我们看地图就会发现个很奇怪的事情 秦朝的地图 它给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 湖焕雍县是高度重合的 就是秦始皇把我们中国 最合适居住的一块区域都打下来了 所以是千古一地 但是你不能光有富裕的地方 你还需要有战略安全的地方 所以汉武帝在这个制度上进行了拓展 把一些能够保障 中原富裕安全的地方都打了下来 所以中国之敬得汉武而厚定 这个地它不是确定的地 而是安定的意思 如果汉武帝当年打下了这个疆土 后面没有保住的话 有残缺的话 那么这个朝代肯定是无法安定的 比如说宋朝 最后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厚理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三个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导演 这是什么 是的 感谢观看